俗话说男人三十一枝花 经验丰富人人夸 可我们的主角江彻 年近三十 在感情上居然还只有理论知识 从来没有实践的论证 因此在三十岁生日时 他决定送自己一个礼物 结束出满生涯 在酒吧里选中了看似小奶狗的懵懂帅哥 江彻本以为自己是猎人 结果却被毁练 酒吧正对着门口的位置 江彻喝着冰箔 叠体在玻璃杯里摇晃 嘴角挑起的笑容邪魅又迷人 修长的双腿胶底 隔着西装裤都能看出双腿的云衬和激励 此时酒吧门口 几个年轻小伙子 推散了一个一米八几的小青年 被大家簇拥的小青年 似乎很不好意思 男生长相帅气 双眸清澈 被同伴一把按下 坐在了江彻对面的沙发上 满身的青涩看起来十分乖巧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局促不安 好像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期间有好几个男男女女士途和他说话 他都红着脸结结巴巴的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看着对面的人 江彻哑然失笑 他像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宝贝似的 放下手里的酒杯 转动着左手中指上的男士戒指 招来调酒师给青年调了一杯蓝色宝宇送去 与此同时 他迈着优雅的步伐朝南海走去 在南海身边坐了下来 开始搭讪 南海果然如江彻所想的一样是个小可爱 他看着身边的江彻 羞涩地往沙发搅磨了又磨 谁知这样的举动 更是让江彻这颗老处男的心思活跃起来 眼眸一沉 心里暗道还真纯情 是我的菜 我没有要酒 青年招调酒服务生板的白水 大大的双眸眨了眨 我不能喝酒了 这是旁边这位先生给你点的 于是小青年又将目光放在江彻身上 江彻对着他勾唇一笑 告诉青年这杯酒觉得适合他才送的 南海听到这句话脸瞬间红了 结结巴巴地道谢 小男生低着头 眼神装作不经意地瞟着江彻 目光放在了江彻的腿上 暧昧地昏暗灯光 痴缠十足的音乐缓缓绕着 江彻穿得正统 西装裤因为坐姿而被拉高 不多不少露出一节鲜瘦的脚踝 裸露在外的皮肤白皙 充斥着满满的境遇感 男孩低着头 一直盯着江彻的腿叹 直到江彻凑近了男生的耳边 故意压低声音 贴近身边人的耳朵 喜欢我的腿 性感而又雌性地低沉嗓音 带着满满的讨护和诱惑 微微的酒气熏着青年耳朵 他的身上带着一丝成熟男人的魅力 江彻没想到青年竟然大方承认了 又在他耳边轻声笑了一声 丝丝热气扑在他的脖梗处 吓得人一动 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你这皮浩浩奇怪啊 江彻笑道 男生有些尴尬 抬眸对上江彻那双魅惑的眸子 脸又是一红 对对对对不起 我冒没有 我的腿好看吗 江彻进一步挑逗着 还作死的问道 你想不想摸一下 喜欢我的腿吗 男人俯身在青年耳边 特意把声音压下来 性感而有雌性的低沉嗓音 带着满满的挑逗和诱惑 你想不想摸一下 小青年抬头 眼里映着灯光放出惊细渴望 我想摸 江彻一瞬间觉得自己 似乎看见他身后摇着的尾巴 想想自己等会要欺负他 还有些内疚 于是情不自禁地揉了揉他的头 好乖好乖 男孩低下头 任由他摸着 耳根发烫 男孩名叫林继 被自己父亲的杨子林东旭带大 大学毕业前夕 第一次和同学一起来到酒吧 结果就偶遇一心 要在三十岁这天 结束自己出男生涯的江彻 此刻江彻不安好心 带着林继去了包间 还特意把包间的灯条按了 他给男孩倒了一杯酒 觉得小家伙需要喝点酒壮壮的 而自己也有这个需要 林继摆了白手 告诉江彻自己不能喝酒 为了让江彻幸福 他还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江彻还是倒了一杯 自己尝了一口 问道 喝了会怎样 林继天真的表示 哥哥说会醉的 所以不能喝 江彻心里的小九九打得响 醉了更好 不醉我还怎么欺负你 还越发靠近 微微眯着眼睛 压着嗓音带着引诱的磁性 劝说着林继喝一点不会醉 林继看着眼前的江彻 感受到了江彻在身边的体温 像是受到蛊惑一般 红着脸犹豫了半天点了点头 江彻觉得男孩意外地听话 像小狗一样 更想逗逗他 于是拿起酒喝了一口 突然按住林继的脑袋 呼过去给人度了一口 林继感受到嘴里的酒精扩散开来 好一块脸就涨红了 江彻顺水推舟 直接就把人扑倒了 安索着身下的小奶狗 不要急 慢慢来 江彻高兴的一批 得一只情意于眼底 他喵的 今晚过后他就要摆脱出男生了 突然 林继推开了江彻 坐了起来 一瞬间 他把江彻压倒在自己身上 瞧瞪麻袋 发生了什么 江彻看着眼前 把自己死死压制住的男孩 快笑着嘴角微调 眼里露出危险的光芒 须黑双眸映着自己的身影 似乎下一秒就要把自己吃了 这副样子的林继和刚才的小奶狗 判若两人 难道喝酒就变了个性格 这就是不能喝酒的原因 等什么 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 林继开始对江彻上下七首 让江彻措手不及又欲罢不能 你的腿真美 我特别喜欢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江彻想要推开他 却发现自己和他力量悬殊 欲哭无泪 林继嘴里说着轻飘的话 双眸微微眯起 闪着狼心的光芒 是你先惹我呀 现在反悔怎么能行呢 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在这儿立之年 江彻做了一件让自己无比后悔的事 打从娘胎里出来 她都从来没有这么懊恼 活了三十年 一直认为自己是大总工的男人江彻 在生日当天许愿 是要结束自己的处男生涯 愿望是许了 上天也帮她实现了愿望 在她三十岁生日的晚上 她和小她八岁的林继娘娘 降降一整夜 激烈程度连衣服都玩不见了 但是醒来的江彻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心里的怒火已经冲上了天灵带 此刻 她正拉着好友将军身悲切的肃 老子是在和你谈82年的拉飞吗 江彻激动地揪住好友的衣领 哑着嗓子喊道 老子说的是在我三十岁的生日 当天竟然被人指导黄龙 不仅如此 衣服还被偷了 好友将军称擦了一把 被江彻的唾沫星子淹没的脸 嘲笑江彻偷击不成十八吗 撩就撩吧 明明知道自己有脸盲症 还把灯条那么暗 现在好了 是谁都不知道 等老子抓到他 一定要他跪下来给老子磕头 江彻越说越愤怒 仰面长叹一口气 牙齿都要咬碎往肚里 原来发生这个乌龙事件的起因 还得从江彻生日宴上说起 三十岁生日当天 他邀请了一群朋友为他庆祝 中场休息时 江彻在走廊上被他曾经的追求者一掏堵 还被追问特意邀请他来是有话要说吗 江彻心里叹着真要命 原本自己是没想请这个温神来的 结果发信息的手艺点 就把他抖完 一掏不信江彻的此番解释 一个蛮力把他对到了墙边 还造谣江彻虽然平时说的风流运势多 其实就是个矛头小子吧 这下可触碰到江彻的逆龄了 江彻低头看着比自己还要两公分的一头 骂他比我爱还想避兜了 心里却已经下定决心 今天是要收复江山 摆脱出南称号 知道了前因后果的好友 喝着江彻开的酒 强忍住笑意奉劝他年纪一大把 好歹是个总裁 还是稳重一点的好 江彻还没发泄完怒 继续骂骂咧咧 说好的小奶狗 谁知灌了一口酒就变了 都是骗子 骂完又抱头开始戚戚爱爱 眼眸泪光闪烁 抱怨上天不恭 自己只想一盏雄风 怎么就发生那样的事了 说完又趴在桌上埋头痛扑 世界都是黑暗的 奶狗都是假的 为什么老子不想当出男就这么难 从某个意义上说 你已经不是出男了 江峻称凝视着江彻 已经无法忍住笑意 一边说一边扑呲笑出声 江彻端起桌上的酒一口罐 你不配和我82年的拉拔 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东西 和好友互对一番后 江彻似乎心情好了一些 但是那团怒火始终没有消下去 碰面结束准备回家时候 江彻病病歪歪地站起来 腰酸背痛 全身上下如从被人痛打散架了一样 骨头都在咔子下 他扶着自己的腰 弯下身体缓解自己的疼痛和不适 咬牙切齿地说道 狗男人 你等着 达成傲娇总裁30岁生日愿望的男孩灵绩 此刻正拿着偷来的衣服 痴情地回味当晚的浪漫时光 兴致至于抱着衣服服墙 练起了右手神功 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总裁 将车诅咒了10086遍 啊 且 灵绩从那天酒吧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都在不停地打喷嚏 同学们调侃他一定是被骂了 那天晚上肯定是惹了桃花战 他听着请示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调侃 不知想到什么 脸连带着耳根脖子红了个头 还要装作无事发声 此时正赶巧 手机响了 是他哥哥林东旭的电话 原来哥哥已经安排好他毕业的工作和住所 希望他尽快搬回家住 听着话筒那头 哥哥低沉却有一股莫名威严的声音 灵绩为难的提出毕业后 还是希望先自己出去找工作 话一出口 电话那头便没了声响 沉默两久 才听到哥哥林东旭的声音 也好 锻炼一下自己也不是不可以 放下电话 林东旭对站在一旁的助理和安顺说道 把消息扩散出去 不要让灵绩找到任何工作 助理顿了顿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终究还是沉默 按照林东旭的指示布置了工作 看着起身离开办公室的背影 助理伸出右手似乎想碰一碰眼前的人 但最后还是放弃 他垂眸 用眼睛遮掩住自己难以支持的爱母 不能再贪心了 唯有遵从他心意 才能让自己安心地待在他身边 那头灵绩放下电话舒展地伸了一个懒腰 终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 还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高兴之余 他看到床上的一件白色衬衣 思绪不禁又回想起那晚的冲动 脑海不断闪回男人沉沦的表情 那天早上灵绩醒了就逃走了 不是不想负责 他也是第一次 要不是酒精的催化 他哪里敢做这么大胆的事情 还紧张地不小心顺走僵车的衬衣 灵绩小心翼翼地拿着衬衣 就像能够感受到那晚身下人的体温呢 突然 他发现衣领处有手工画的一个卡通头像和姓名 不禁笑了出来 没想到他一副精英的样子居然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他拿着衬衣越想越深 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男人 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头 他在自己身下动情的脸那么可爱 难以忘记 灵绩越是深想 那晚的感觉就越是难以抹去 他埋头在衬衫上深吸了一口气 僵车留在上面的味道和自己的气味渐渐融合在一起 脑内不断遐想的室内瓦的人 一手就能握在手里的纤细脚踏 滑腻得出 灵绩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异动 拿着衬衣冲进了洗手间 心里默喊着姜车 招来了五姑娘 事后 他洗着衬衣 觉得自己堕落 还后悔要是那天留下来就好 说不定还能要到早安了 姜车一定很伤心 因为他说那是第一次 可是喝了酒之后没有办法控制情绪 还幻想着如果下次再见面一定会对姜车负责 补偿他 姜总才在三十岁生日那天 把自己存了三十年的大宝贝送给了陌生男孩灵迹 自此以后 男孩对总裁念念不忘 内心是要对姜车负责道理 可没成想 两人再次见面 总裁俨然认不出他诅咒了10086次的兔崽子人警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 姜车已经把自己失了身的事情抛之脑后 带新交的小女友逛街 他苦笑着被小女友拉进一家服装店 累得不行 坐在沙发上任由女友在店里逛 想着要不逛完这家店分手得了 自从进了这家店 姜车就觉得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看 他回过头 正巧对上坐在柜台里的男孩 男孩带着一副粗厚的黑色眼睛 僵硬地扭过头回避姜车的眼神 脸颊还微微泛红 他靠在沙发上 嘴角挂着一副牙皮的笑 因为有脸盲症 完全没有认出对面的男生就是内网人 姜车看他这副小媳妇的模样 心思又活落起来 站起身走到柜台前 和男孩打了个招呼 话一出口 就看见男生明显愣住 然后僵硬地抬头 露骨地直勾勾地盯对方回避姜车 姜车撑着柜台 有点老套地向男生搭讪 可以给我一本你们店里的杂志吗 我就想要你手里的这一本 他故意逗人完 边说还凑上前 也拿住了男生手里的那本杂志 灵际其实没想到 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碰见姜车 他偷偷看了一眼姜车 他好像没有把自己认出来 于是故意把眼睛摘下来 眼眸盯着对方 这一瞬间 姜车就被男孩的颜值深深吸引了 那副厚重的眼睛下面 竟然藏着一双这么好看的眼睛 看得他小路乱转 这就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小可爱 就在灵际正准备向姜车表明身份时 姜车的女友已经挑选好的衣服 还嗲嗲地找他结账 灵际自己心心念念了这么久的人近在咫尺 却被别人抢先一步拉走了 心里很是郁闷 小女友心满意足 姜车故意拿出额度不够的卡让灵际刷 打着一把好算盘 心想一定要不识尴尬地要到男生的联系方式 余额不足 我能不能先打个欠条 姜车笑眯眯地看着灵际 灵际有些为难 店里没有欠条的规矩 可紧接着 姜车说要不加个联系方式 你先帮忙付了 回头再给你 这两人一拍即合 相互都是求之不得 交换联系方式时候 姜车还自以为很小心地故意碰到对方的手 携完仗 他潇洒地挥挥手搂着女友扬长而去 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灵际陷入了沉思 被姜车触碰到的指尖还麻麻的 他抬起手 把被触碰到的地方轻轻放在唇下 眼眸也按了下 威威着刚才的温度和念念不忘的内眠 我们会再见 谁都知道 灵氏集团当家人灵东旭是个地控 弟弟灵际是他一手带大的 但是谁都不知道的是 灵东旭对弟弟抱着别样的感情 看着身边熟睡的弟弟 灵东旭伸手剥开他的头发 眸色逐渐加深 心道还要再等等 姜车今天心情大好 虽然陪新女友逛街粉类 但是总算有所收获 难得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口 即使由于脸盲症 现在已经忘记男孩的长相 对方应该是在店里打工的吧 看样子年龄也不大 没见过什么世面 应该很容易就能陪在自己身边了 他主动给灵际发了个信息 问他今天那些衣服多少钱 信息几乎是秒回 灵际报价是3500 姜车心机地给他发了4000 他料到多的钱灵际不会收 顺着对方意思建议下次请自己吃饭好了 姜车见好就收 点到极止就不再撂他 他哼着歌躺在沙发上 忽然想起那天晚上的小畜生 心里打赌不会这男孩也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他烦躁地翻了个身 长叹了一口气 还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臀大鸡 完全忘记了当时是自己招惹对方在线 灵际此时坐在沙发上痴痴地看着聊天记录 脸颊放红 思绪连天 连身后什么时候站了人都没注意 林东旭走到客厅 就看见灵际傻傻呆坐在那里不知道想什么 此时灵际的手机界面正好按下来 林东旭猝猝眉 问灵际在看什么 灵际吓了一跳 回过神 转移了话题 因为还没找到工作 需要再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灵东旭看着眼前的弟弟 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头 哥哥家就是你的家 如果找不到工作 就在自家店里上班 灵际点点头 虽然心里不高兴 自己的简历和学历也不差 怎么会一直找不到工作 但是他止住了心里的想法 和哥哥打了招呼上楼睡觉去 林东旭目送着灵际上楼 目光沉了下来 夜已过半 他站在阳台上 心里暗道灵际你终究是要回家的 你就一直待在我身边好 手机响起 是助理何安顺的短信 提醒他记得吃药 胃不好 少喝酒 少抽烟 林东旭关掉手机 吃笑了一声 冷脚分明的侧脸隐溢在黑暗中 这时 敲门声传来 门口 灵际穿着睡衣 睡眼惺忪 声音软软 我想上厕所 浴室的灯坏了 所以想用哥这边 林东旭给他让路 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灵际出来 看见林东旭还坐在床上处理公物 房间这么大 捧着电脑的他看起来就很孤单 灵际走进林东旭身边 好久没有和哥哥一起睡了 哥 一起睡吧 耳边传来浅浅的呼吸声 林东旭看着林际的脸 暗黄色的灯光下 林际的嘴微微张着 泛着淡淡的银亮光泽 嘴里还喊了声歌 镜子里明明是两张长相完全不一样的脸 他们明明没有血缘关系 可那一步却再也无法迈过 林东旭站在洗手间 懊恼的不能自己 觉得自己就要疯了 回到房间 他轻手轻脚的躺在林际旁边 帮林际盖好被子 让他的头枕到自己的胳膊上 就像小时候无数个夜晚 他陪着弟弟睡觉那样 但是看着林际熟睡中面旁 想去轻浮的手却停留在了半空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沉沦 但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再等等我 林际 林东旭回忆起六岁时 刚到林家的第一天 这个家里诡异的和谐 他知道自己是养子 所以一直很安分 母亲于欢欢是一个大美人 对父亲特别的温柔 但是父亲林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对母亲的讨好也总是很无限 但他对自己特别好 父亲很温柔 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总是会坐在客厅 拿着一本相册 一看就是半天 林东旭有一次看见了相册里的照片 父亲指着照片上和他站在一起的男人说 这是江叔叔 是爸爸以前的同学 林东旭又记得 那是林旺第一次对他笑 明明看起来有些憔悴 可是这一刻 笑容却明媚的像个少年 照片上的男人看起来很乖 眉目清秀 笑容灿烂得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林旺说 他这一辈子活得太懦弱 这个偌大的房子不是他的 这里看得到天空 听得到鸟叫声 却不自由 不让人向往 林东旭那时候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直到灵机的降临 那一天他听见林旺和于欢欢在吵架 于欢欢说他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孩子 想要一个只属于他们的 亲生的孩子 这不是我想要的孩子 林旺怒吼 那是林东旭第一次看到林旺如此愤怨 但是父亲还是妥协了 八个月后一个男孩如约而至 取名叫林旭 虽然不知道两人之间发生了些什么 但是林东旭想 林旺是和于欢欢和好了 直到后来发生了意外 林旺死了 于欢欢也失踪了 林东旭继承了瑜伽的公司 带着年幼的林旭一直到现在 身边有着温热的气息 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 起身来到了阳台 悠悠地看着远处的霓虹灯 在漆黑的一片的房间里 林旭突然醒了 没看到哥哥 他悄无声息地走到窗边 看着夜幕下哥哥的背影 回忆有上心头 他知道自己欠哥哥的太多了 这个总裁聊起骚来实属有点满眼 第一步 故意欠钱求电话 第二步 深夜微信 失恋求安慰约见面 第三步 金钱诱惑加肢体引用 看你小样还不败倒在我的西装库下 将总裁第一步已经顺利搞定 现在正在对小奶狗林旭实施着第二步的诱惑 林旭刚刚看着哥哥的背影背春伤秋 是要报答哥哥的养育之恩 刚回到房间 看到了心上人江澈发来的信息 瞬间就把哥哥给忘得一干二净 床上的手机在闪烁着 提示着林旭有新消息 他打开一看原来是江澈 他很激动 看见江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上面写着我失恋了 林旭看到这四个字 心里就咯咚了一下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是惊喜多一些 还是难过多一些 不要伤心了 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这么好看 会有很多人喜欢的 喜欢我的人 也包括你吗 江澈因为睡不着觉 就抱着手机给林旭发了一条信息 没想到他会秒回 聊着聊着 江澈又开始作死了 林旭收到江澈的消息后愣了半声 虽然脸红心跳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江澈 他并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江澈 实际上 他还没有喜欢过谁 所以不知道喜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江澈没再发消息来 他以为对方已经睡着了 突然 手机在手心里震动了起来 看着屏幕上来便显示着大大的江澈两个字 把林旭惊得差点手机都扔了 他睁大了眼睛 慌乱之中接起 你睡了吗 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 江澈刻意把声线放低 声音听起来沙沙的又有一股成熟男人特有的词息 林旭听得入了迷 好半嗓才从江澈故意撩人的话语中醒过来 我没睡 不得不说这一来二去的操作死死的拿捏住了小奶狗的心 江澈此时一听林旭结巴的声音 忍不住大笑起来 还说对方是小可爱 电话另一端的林旭脸红红的 因为在江澈面前出了这种良相 恨不得时间重来一次 刚刚那个问题那你喜欢我吗 猝不及防的 林旭慌乱的心跳还没有恢复平静 就又被江澈撩拨了起来 就林旭听来 江澈这句话简直就是赤裸的身体在问自己要不要搞他 林旭拿着手机保持着一个姿势 身体僵硬对着电话里的江澈说道 我不知道 你不要这样调戏我 江澈听完待机了几秒 憋了个大的 妈呀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小可爱 这次赚大了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小东西 我现在很难过 不想让我伤心的话 周末就请我吃饭 江澈的第二步大计执行得如此顺利 他脑海里甚至已经开始歪歪小鱼已经上钩 还愁后面的鱼肉吗 单纯的灵迹此时绝对想不到江总裁已经满脑子的颜色飞亮 只是开心的想又能见到他们 江总裁的撩骚三部曲第三部 适当的身体接触 让对方心仰难耐 欲罢不能 所以金钱的辅助展示男性的实力会更好使用 总裁江澈和他自以为的新目标约好了周末吃饭 到了灵迹打工的服装店 这次他没有再穿精英饭的西装套装 特意挑选了深色骚格花纹的休闲西装 既年轻又帅气 灵迹看到如此勾人的江澈朝他走来 脸瞬间就红了 还有点惊慌失措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赶紧去换衣服下班以免让江澈久等 如此不安适适纯情的小可爱果然就是对江总裁的胃口 等待的时候 江澈和店员了解到员工是按销售额提成 于是修长的食指朝着一片衣服直去 也不管那衣服是男装还是女装 反正直接拿下并要求算灵迹的销售额 这一举动让店员们惊呆了 纷纷感叹这是什么玛丽苏霸总剧情 灵迹换完衣服出来后 江澈并没有告诉他为了他的奖金买了一片衣服 他可太懂得拿捏纯情奶狗的心思 直接告诉和妖工有什么区别 得让对方自己去体会 两人一同走出店里 此时才第一次正式介绍着自己 确实不可置信 两个人床单也滚了 深夜夜聊也聊了 居然总裁都不知道对方名字 可惜 大学生灵迹不安事事 还暗自窃喜他问我名字 晚餐预定了一家日料店 在直达电梯狭窄的空间里 灵迹闻到江澈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 体会到他成熟男人的气息 脸又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显得些许局促 不知所谓地尬聊了几句 突然 他靠近了江澈 左手直接拉住江澈的衣领 告诉他领子没翻好 说完就直接帮他上手整理 这一举动把江澈吓了一条 特别是那种压迫感 和他骂了恩天的狗东西很相似 他甩甩头 让这种想法赶紧抛出脑后 小可爱怎么会是狗东西呢 这两个人肯定没有关系 晚餐期间 两个人各自心有所想 灵机让江澈点餐 想的是把这个人爱吃的都记录下来 以后不会被嫌弃 还幻想着以后他们会一起逛街 一起看日出 典型地陷入爱和初期的状态 总裁可没想这么多 他步步为营慢慢靠近 只想得到眼前人年轻的肉体 这步 他已经走到了男孩坐的那一侧靠近他 圈住他 还故意问对方是不是马上大学毕业了 要找工作了 说着说着还直接握住了灵机的手 把对方搂得更紧 轻声在他耳边问道 有地方住吗 没有就去我家吧 怎么样 要和我一起住吗 江总裁对即将到手的小鲜肉 直接下了猛招 惹得小白兔灵机脸上一阵一阵的红 连耳根都红得冒醒 身体里的燥热不断上冲 想一把扑倒眼前的僵侧 但小白兔很乖 一句话瞬间把江车的理智拉了回来 听到他说自己和哥哥住在一起 江车清醒了一点 意识到自己唐突了 异图太明显 会吓到小可爱 赶紧转移话题 居然告诉对方自己也是三亲家庭 想着同病相连拉近距离 没想到话说出后两人更尴尬 还好此时服务员端上了菜品 江车赶紧转移话题 给灵机不停的家菜 灵机为了让江车开心 来者不拒 于是一个不停家 一个不停吃 直到最后灵机 痴撑地扶强而出 当然灵机都是心甘情愿的 看着眼前如此真诚 没有一点花招的少年 江车觉得自己的心 好像被一样的柔软甜窗 还带着丝丝甜蜜 这个男孩到底 知不知道这种无意识的撩人 有多够人 关键他还就吃这一套 虽然第一次的约会 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 直接打上拳垒 但是如恋爱般美好的平淡 让江车更加的着迷 甚至觉得就这样 一直走下去该多好 两人约会结束分别后 总裁反省着自己 怎么被一个 小不颠倒的心跳加速 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 但若天涯的真情 不是自己能够给得起 一听说金家大小姐 容貌美得不可慌悟 立刻就决定要参加 为他们回来而举办的宴会 回到家的灵机 根本就不会知道 江车如此丰富的思想斗争 还沉浸在刚才 约会美好的甜蜜之中 到家后 看到哥哥助理和安顺正准备离开 他并没有注意到 安顺哥不太自然尴尬的表情 右手还悄悄地理了下伊林 隐约间就能看到 伊领夏若隐若现的红狠 林东旭等助理离开后 安排灵机明天 同他一起参加金家的晚宴 希望带着弟弟熟悉圈内同仁 为以后能够接手临时打击传 虽然灵机不情愿参加这样的场合 但看到哥哥疲惫的眼神 和那碗孤独的背影 深感不能再让哥哥扛起所有的担子 他也应该帮助哥哥分担 于是还是答应了哥哥的要求 不过 他没想到在宴会上 他第四次见到了 自己放在心里的那个男人 男人是他曾经的爱人 为了前途狠心抛弃了他 如今功成名就 美人在怀居然还想着来招惹他 金家的宴会上 一个软软的声音叫着 江彻哥哥陪我玩 小女孩的手扯着江彻的宴尾服 江彻一心想着泡妞 哪知道金家除了有个大美人 还有个小美女 可爱是可爱 但江彻可不敢对他大声说话 怕他突然哭起来 他蹲下来抚摸着小美人的头 心生地同他说话 此时 身后传来江左 麻烦你了 我妹妹不懂事 就喜欢缠着好看的人 江彻抬头 心里顿时骂了一句卧槽 金家大小姐可真是 国真价实的名 只一眼就能 欠进人心坎里的那种 江彻为了展现自己的风度 强压住心脏的悸动 优雅一笑 小孩子很可爱 我很喜欢 那就好 我还怕麻烦你了 这时候他旁边走来一个 身姿挺拔的男人 笑语艳艳 他向江彻介绍 我爱人 这位是我在国外遇到的 男人虽然身材鲜� 但站在大小姐身旁 却是刚刚好 此时男人只是愣了一下 便大方道出了江彻的名字 好久不见 我们没见过吧 江彻礼貌性的笑笑 将眼前的男人拒之门乱 转而又对金大小姐的 金小姐的爱人 果真风趣幽默 男人听见江彻这句话后 脑袋一热 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而后又是怀 是我认错人了 或许我是在某本杂志上 见过你 就情不自禁叫出来了 我叫魏启明 初次见面 你好 江彻一点也不想触碰 眼前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 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很丢份 但是真的伸出手 去握对方手的时候 他还是会觉得很温暖 对方手心的纹理 以及温度都像八九年前那样灼热 八年还是九年 江彻已经记不清了 他看了一眼周围 这就是对方想要的正常生活吧 以后会有孩子 能结婚 很安稳 可以暴露在阳光下的恋情 不受任何人非议 或往的记忆嬉而上 江彻游记得 未起名青春稚嫩的脸庞 瘦削的手指和阳光下灿烂的笑容 然而 自以为可以拥有一辈子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在自己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顾一切地离自己绝绝而去 自己的痛心入骨造就了他的幸福 年轻就是气血旺盛 身体好 不分时间和场合 随时都能想修修 宴会上 江彻遇见了这辈子他最不愿意遇见的人 未起名 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 年轻的江彻以为自己会同他好一辈子 没想到他为了自己的前途 在江彻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 这么久过去了 他已经释然 但是很显然 未起名并不这么想 他从人群的缝隙中看向江彻 然后又收敛了目光 像有道不尽的情意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另一边 在浮躁与推杯换盏之间 灵机拿着香槟 非常不习惯这里的气 脖子上的领结似乎扣得太紧让他喘不过气 于是同哥哥说了一声便走到花园透气 穿过人群 他一眼就看见江彻蹲在地上和一个小女孩在谈论些什么 那人眉宇之间的温柔仿佛与生俱来 大手附上女孩的头顶 轻轻揉了揉 江彻感受到一阵熟悉的强烈视线灼烧着自己的后背 转头却发现是魏启明 他的身边没有金家小姐 魏启明叫他 江彻看了他一眼 他和小女孩说了两句 就站了起来想要离开 与他擦肩而过时 却被拉住 江彻 别这么孩子气行不行 江彻甩手 低头凑近他 要儿郎当的模样 带着一副坏笑 那位先生是想怎么样 以前没和我发生过什么觉得不甘心 现在是想和我深入交流吗 魏启明像是突然受惊斑 双手推扫着江彻往后退 一副直男做派 还来招惹我干什么 江彻在心里唾气道 突然下一秒 放在身侧的手就被一道强有力的力道抓住 江彻的手腕被抓得疼 合着刚才的就气不打一处来 抬头却看见一张气鼓鼓的脸 像个身材高大的小屁 江彻盯着他的脸 好一会儿才认出来原来是灵迹 他看着对方委屈巴巴的样子 笑眯眯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还换发型吗 灵迹一阵心动 脸红红的 总觉得江彻的笑容 有着似有若无地 在撩搏自己心弦的魔力 他让灵迹松开他的手 可灵迹越窝越紧 甚至让他感到了疼痛 灵迹就像着了魔似的 在这不合十一的场所 不合十一的时间 回想起那天晚上 那个令人情难自控的夜晚 江彻在自己身下婉转偿欢的魔力 男人在无人的花园里 靠近满脸狭红的男孩 指负轻抚男孩脸旁 将一条腿抵入男孩双腿中间 雅生在耳边问道 我好看吗 小花园里去记无声 江彻坐在石凳上翘着二郎腿 灵迹在他的对面忐忑不安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来这干嘛了吧 灵迹一脸为难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实话 就在他徘徊不定时 江彻又开始自说自话 你怎么换发型啊 灵迹摸着头发 知无道想换就换了 不好看吗 江彻靠近他 摸摸他的头 笑脸艳艳地说好看 然后他又转回话题 你这样不累吗 白天在服装店打工 晚上又出来当酒室 要是累了就到哥哥这里来 灵迹睁着那双清澈的双眸 盼着江彻 有那么一会神游 不知道江彻在噼里啪啦地讲些什么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离自己很近了 近得连对方的一呼一吸都能感受到 江彻身上带着淡淡的酒香味 正在一点一点催发着灵迹的神经 他看灵迹似乎心不在焉 他又双手扑上灵迹的肩膀 问到我长得帅不帅 灵迹不敢动 害怕江彻的唇下一秒就可贴过来 他的眼神胡乱瞟着 眼角微红害羞地嗚了一声 嗯 是几个意思 江彻咄咄咄逼人 又逼近了他几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灵迹这副样子 真的让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听到灵迹说好看 江彻愣了一下继续动弄对方 有多好看 说完朝灵迹走得很近 直到一条腿已经抵入了他双腿之间 灵迹看着眼前被西装裤紧补的修长的双腿 差点下意识地就要说和你的腿一样好看 说到一半 他立刻就闭上了嘴 江彻没有注意到灵迹想说什么 挨着灵迹坐了下来 实际上 他在逗弄灵迹的时候 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起名 灵迹看着江彻 听到江彻问他刚刚你看见了吧 你怕不怕我 灵迹心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但是他装作很成熟淡定 不表露任何神情 江彻摸着下巴继续道 其实自己两边都喜欢更准确 灵迹之前碰了一点酒精 现在江彻又离这么近 看江彻的眼神逐渐变了味 但后者没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依然自顾自得在说些什么 我的钱其实也不是很多 我也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做起来的 江彻想说 你要不要跟着哥哥混 可是他才说完一半 眼前的人就俯过身来抱住了自己 吻上了自己的唇 江彻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眼前这个原本看起来 纯真无害的小狗狗 突然狼性大发准 时让人意外 江彻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这个吻强式霸道 原本看起来纯真无害的小奶狗 突然狼性大发让人意外 他只是觉得这种感觉有点熟悉 但是又不是很确定 久经让他一世混迷 猛烈地吻逐渐放松 灵际轻柔地捧着江彻的脸盘 年轻美好的脸上露出心疼 让江彻防备的心顿时烟消云散 不要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江彻原本是不伤心的 也不能说不伤心 毕竟他对魏启明 还是喜欢多于厌恶 自己年少时期最爱的人 以这种方式再次出现的时候 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 所以 在灵际吻自己的时候 江彻就眼眶通红 像个孩子似的委屈 但不敢真的哭出来 灵际看着江彻尾 屈巴巴红着眼 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 煞时间就慌了 抬起手想帮他擦眼泪 还说不要哭了 自己不是故意的 江彻觉得很丢脸 竟然当着灵际的面 做出这种表情 就算当初和魏启明分手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都没有哭过 怎么就被灵际一两句话 说的就要哭呢 是我看错了 我今天没戴眼镜 灵际还想说点什么 台帽就看见林东旭 站在片门四处张望 他心里一惊 踏林东旭过来拆穿自己 惊慌之中 低头在江彻脸颊上 落下一位 我要回去工作 等我回去了之后 给你打电话 我会想你 江彻愣在原地 整个人被修得不能动弹 刚刚那是什么鬼啊 江彻的脸颊 被灵际刚还轻柔地触碰 此时 在花园隐蔽的另一侧 魏启明正好看见了 江彻和灵际的互动 眼神里一片平静的他 手指却在手心里掐出了血红 灵际走进了哥哥林东旭 讨好着推着他往里走 灵际际向来最吃灵际的软弱 但心里仍在怀疑 刚才灵际在和谁说话 准备日后再问 走到一半 灵际忍不住转头 他刚才真的不是故意亲他的 那个闻 不仅仅只是因为酒精摧发 灵际不愿意将车为了别人生气 他也想要江彻的情绪为自己改变 想让他拥抱自己 想让他只看着自己 男人是江俊称的老板 他一直默默地喜欢着这个小助理 强烈的霸占欲望 让他希望小助理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可这一举动被可怜的打工人 误以为老板无良 一心只想剥削员工 江彻感觉宴会没什么意思 准备离开 金家小小姐甜甜拉着他的衣服不让走 这日阴魂不散的魏启明又出现了 故意对着甜甜说以后 还会再见江彻哥哥的 说完还询问江彻我说的对吗 江彻内心是跑过一万匹草弥马 败于场合 嘴里道谢 转身心里骂着见你的大头鬼 再也不见 离开了金家 他没有立马回家 而是打电话给好友江俊称 叫他出来喝酒 此时的江俊称 正坐在办公室熬夜 给自家设计师大人出点子 手拿咖啡 一口一口往嘴里送 就在他要想出什么点子的时候 桌上的手机却突然疯狂震动起来 江俊称的思路被打断 看了手机上江彻的信息 说遇到凡心事 要他出去喝酒 他偷瞄了一眼 坐在旁边的老板冉文瑞 然后拿着手机站起来 准备偷偷出门 那个埋头对着画板的男人 穿着一身天古风的衣服 披肩的头发被袋子绑在身后 穿着这么一身正口的衣服 现场的眼眸前 却带着一副夸张的不规则夕阳眼镜 这两种不协调的搭配 在那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人身上 却别有一番气质 江俊称捏手捏脚 自以为没被老板发现 悄咪咪地跑了出去 冉文瑞看着江俊称的背影 在小本门上记上一笔上班偷跑 记过一次 然后他走到办公室的窗边 看到楼下碰面后勾肩搭配的两人 再次记录下私会男人 记过两次 转过身就把电话打给了江俊称 告诉他还没下班就偷跑 这个月得再扣一次工资 郁闷的江俊称对着江彻就吼道 你最好是有大事 否则有你好看 江彻一句话不经过大脑脱口而出 我被人轻了 觉得自己说错了 又换了种说法 不是 我看见魏启明了 江俊称听到江彻的话后 立刻火冒三丈 你特么被魏启明那个人扎青了 他抱起江彻的胳膊 使劲摇晃 你啊有病吧 让他轻 他不怕被人说了 现在这么主动 气死我了 江彻张口 顿了下似乎在想措辞 是我今晚去金家的宴会 遇到了魏启明 江俊称听完 随口就调谈了一句 怎么了 你在那看见他抱负婆了 江彻沉默不语 江俊称看见江彻这种表现 就知道自己说错话 上前安慰 搭着江彻的肩膀 要陪他喝酒消愁 小奶狗上一刻 才在宴会上亲了大总裁江彻 这没过几个小时 电话短信就不断轰炸 黏人的不行 酒吧里 江彻正鸡里呱啦地骂着 魏启明那个人扎狗东西 放了你大款还想吃回头草 江彻和魏启明交往的事情 只有江俊彻知道 分手也只有江俊称知道 这个时候 江俊称是毫无疑问 站在江彻一边 陪他痛骂负心汉 江彻越喝越多 不省人事 醉岛前嘀嘀咕咕说 什么小可爱灵记 人可爱名字也好听 江俊称不知道灵记是谁 但是当务之急 先把醉岛的江彻弄回去再说 江彻酒品极好 醉岛后也不大闹 只是在车上一个 静晕乎乎的坐着美梦喊着 小可爱的也像一个 江峻称看着一旁的人 作为他的好朋友 知道这家伙很不容易 九年前还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只希望他能遇到一个 真心带他的人 让他快乐一些 此时 江彻口袋里的手机不停响 来电明显是小狗狗 江俊称拿起手机 想也没想就给挂 他哪里知道自己挂的电话 就是江彻口中 一直念叨的小可 他这是亲手 按断了江彻的幸福 那一头被挂了电话的灵记 忐忑不安 无私乱想 不会是因为我亲了他 他生气了 或者他已经知道 我的身份怪我欺骗他 还是他发生了 什么意外不能接电话 总之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都有 江峻称把江彻带回了自己家 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 直到他要去上班了 江彻还抱着枕头 做着春梦 来宝贝 亲亲 看着睡着正香的死打 江峻称气不打一处来 为了这个好朋友 他也是复出的够够等 他照着江彻的屁股踢了一脚 保你个头 赶紧睡醒了 从我家里滚回去 江彻被这一脚给踹起 迷迷呼呼中还说 江峻称这家伙最近是不是缺男人 内分泌失调 脾气越来越大 这时 他看到床头柜上的手机 不断有信息进来的提示闪烁 拿起来一看 都是小可爱发来的 哥哥你怎么了 哥哥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这一声声哥哥喊得 大早上刚睡醒的江彻身心舒畅 心情愉悦 他趴在床上赶紧给小奶狗一个信息 心想他这样看来是真喜欢上网 信息发出去后 瞬间得到了秒回 江彻心情大好 这个男孩太对他的胃口了 不像以前的某些人 就这样 江彻带着好心情来到公司 助理向他汇报 早上金氏集团派人到公司做调研 而且来人了解问题的细致程度 就像是要招未来女婿一样 江彻有点生气 江氏虽然不是家族企业 但是在本市也是首屈一指的新贵公司 哪个不长眼的来我的地盘撒眼 助理把来人安排在小会客室等待 江彻去的路上都在心里想会不会是会请 可说怕什么就来什么 他推开会客室的门 里面赫然站着的就是会请那个渣男 面对面前清秀的男人主动贴近 寻求亲密的行为 总裁唯恐避之而不及 心中更是厌恶 会客室里 江彻看到代表金氏集团来人正是魏启明 转身便要离开 他不是那种纠缠不清的人 特别是前任 魏启明却快速朝他走来 要和他谈一下 江彻看既然躲不过 就只好面对 但是他仅仅当对方是一般客户对待 心中还暗骂 死渣男 有老婆了还长前任 今天我非得置证 魏启明听出江彻语气的不善 但只是稍稍那么一愣就立刻恢复了自然 他本来就不敢奢求 现在江彻能对自己说些什么好听的话 与其差也是应该的 他今天来也只是因为意识冲动 有什么事情说吧 江彻故意笑得很烂 勾勾嘴角向他挑挑眉 这一大早的来找我 是不是昨晚没睡光想我了 还是金大小姐太精神满足不了你 所以你想找我帮帮你 魏启明听到江彻这么说 方才还有些拘束的脸顿时就横眉怒术 他又看了江彻一眼 察觉自己太过 又低头轻声道 不是 你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行不行 江彻没有改自己调笑声 我还以为你和金大小姐只是亡案 没想到你这么认真 要不然 魏启明以为江彻要挽留他 眼里献过各种愧就不安于争扎 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话安慰他 但还没一秒 江彻居然继续说到 不然像金大小姐那样的大名 我也想让他陪陪做点执名有趣的事情 魏启明大吼一声江彻 那是我未婚妻 并为刚才自己会错意而感到脑梦 他没想到江彻的变化这么大 此时两人都站了起来 之间气氛剑拔抹张 就见江彻快步向前揪住了魏启明的领域 手上使了劲一下就把他拉了过 你既然知道那是你的妻子 就不要再出来张发年草 魏启明抓着江彻揪住自己衣领的手 被江彻粗鲁的动作惊吓到 他呼吸剑重请求江彻先放开自己 江彻看着眼前的人 往昔的那些回忆涌上心头 他放低了声音似乎无可奈何地询问道 魏启明 你今天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只是想向你道歉 对不起江彻 听到此江彻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松开了魏启明的衣领 看到眼前人低着头不停地咳嗽 如果是以前江彻肯定就心软了 但是此时江彻只想快刀斩乱麻 和此人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你今天只想说这些 那么说完了好走不送 说着转身便朝门外走去 但魏启明忽然拉住了江彻的胳膊 不由分说服过身来 闭上眼要吻上江彻 江彻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主动吻上自己唇的男人 他被动了两秒就反扣住了魏启明的手 抓住了他的下巴一把推开了 政策警告魏启明以后 不要因为这种无聊的事情找麻烦 金大小姐人还不错 不要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说完转身离开了会客室 看着离开的江彻 魏启明刚才也不知道怎么样 只要想到江彻露出那种笑容 和另一个男人暧昧的不得 他就很不甘心 绚烂的烟花不及我眼中的你一人 香甜的糖果不及我唇边的你甜蜜 江彻看着眼前的男人 内心一片酥软激动 一整天下来 他觉得自己已经累成了狗 不停地处理和金家的合同细节 除了前面被魏启明找得不痛快 他现在更是郁闷 凡事跟他沾边都会起 一扯上准没好事 终于能够走出办公室 夕阳染满半片天空 火烧云磅礴而出 五彩斑斓绚丽独目 今天的天空格外吸人眼球 江彻找了个角度拍了天空一角 心里虽然还是堵得慌 但是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可思可想的了 低头把自己刚刚拍的天空给灵记发了过去 还发了一段文字 天空真好看 忽然就想到了他 然后又加了一段话 这是昨天没回消息的补偿 什么忽然想到你 江彻自己都觉得肉麻 觉得自己实在太过厚颜无耻 正在打工收到短信的灵记 看到江彻发来的信息很是激动 他还为江彻单独设置了信息提示音 这一举动惹的一旁同事 还纳闷以为他谈了你咱们 江彻信息发送出去不到十秒钟 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他看着手机 一股难以言喻的好心情涌得上来 可年轻人的恋爱就是让人上头 有求必应 江彻一扫一整天的阴霾 第二天 他带着灵记来到了游乐场 他已经差不多快十年没来过准 不知道是为了报复还是发现 准备在这里畅快地玩一整天 坐过山车时 江彻瑟瑟发抖 他在心里唾弃自己 三十岁的大人了居然还害怕玩这个 灵记看着一旁的江彻 丝毫没有笑话他 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告诉他别怕 抓紧我 江彻看着眼前这个男孩 清澈的眼神透出真诚的爱意 满心满眼成着的也只有自己 心一瞬间被打动 脸也不自觉地红了 他已经太久没有这样单纯的悸动了 以往的每段恋情都是你来我往有所图 但在灵记这里 一切都不一样 傍晚 他们也去做了情侣闭玩项目摸天轮 夜幕下的城市映着五彩的灯光 灵记很开心 能够和江彻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而江彻此刻心底紧闭的花苞 也因为这个少年巧然盛开 灵记看着窗外 江彻看着灵记 行到深处 他轻声呼唤灵记 两人自然而然地深情向往 男人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气急败坏 直接回复 你要多少钱 可对方发来 我不要钱 我只想要你 江彻此时正坐在卧室床上 回忆摩天轮上那令人激动的义务 摇头晃脑一脸花痴的自说自话 小狗的嘴真甜 正当他歪歪的起劲 一旁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来 电话接通 就听那头的江骏称语气激动地 向中了五百万事 大江子 快去看微博 立刻马上 江彻有点懵圈 你一惊一乍地干什么 微博怎么 你点开 看热搜 热搜第五条 江彻早就已经习惯了 江骏称的小题大作 本来还不怎么在意的 他点开第五个热搜的时候 一下就呆了 本来心情低落地想死 但是我竟然遇到了一个神仙小哥哥 夸张的文字 配图是今天下午自己拍夕阳的照片 怪不得他下午时候 觉得有人在偷看自己 他点进去了那条博 看了前面几条评论 卧槽 这是什么神仙颜值 我一个难得我有点心动 同学说是华龙大学艺术系校友 江彻刷着这些奇葩评论 就这个我就火了 居然还有男粉丝 他无可奈何的一头倒在床上 这都什么事 最近乱桃花太多 将军撑在电话那头 幸灾乐祸的调侃 大江子 你自从那晚后气质就变了 话说你找到那晚的男人是谁了吗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现在已经不想找了 哥哥我现在更新目标好的吗 两人调侃几句挂断了电话 但是手机不停地响 消息多的感觉手机都要炸 江彻刷着微博 有点害怕 现在网友太猛太能霸了 这时突然最新的一条私信 从界面跳出 就这么一眼 就足够让他震惊 我是你男人 我还是你爹呢 怎么对爸爸说话呢 江彻打开那条私信 给他回了一句 心想这是哪个小兔崽子胆子太大 此时对方看到江彻的回复 扑斥笑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 立刻做出回应 我想对你负责 原来发消息的人是灵机 他不敢当面对江彻说的话 借着陌生人的聊天说了出来 江彻在对话框 快速打上对他的话 反应过来似乎有哪里不对劲 负责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你是谁 信息发出后 江彻忐忑不安 第五感告诉他不会那么巧 手机那头的男人 似乎有些犹豫 迟迟没有回复 半分钟后一条信息发来 我是那天晚上和你 就是在酒吧里 抱了你的那个男人 我去老子就知道 江彻看完信息 垂床顿足 差点站起来拴手机 想想就觉得掉份 居然被人以这种方式 找上门来 最可耻的是 那个男人还说要对自己付着 他怒火中烧 手就不随大脑控制 你要多少钱 在酒吧里的男人多了去 请问你是 那边的灵机看到 江彻气急败坏地回复 轻轻一笑 越发觉得他可爱 灵灵当时让我轻易点 现在还装老练 我不要钱 我只想要 看着手机 江彻气得手都在等 去死吧兔崽子 我再理你是狗 灵机看江彻半天没回复 心说都过头了 但是此刻他的好心情 丝毫不受影响 拿着手机 看着热搜上江彻的照片 内心粗软 这应该是他为我拍照时候 被人抓拍的吧 没关系 江彻 我们慢慢来 你是我 男人跪倒在地 接受着老板对自己的惩罚 真心实意地希望老板满意 而此时的老板心里 却一直幻想着另一个人 助理何安旭暗想门铃 静静等待那个男人 给自己开门 林东旭刚好从浴室里出来 穿着浴袍 头发半湿着 湿漉漉的水顺着发烧往下滴 何安顺看着如此模样的林东旭 一时有点失神 局促不安 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情 对着林东旭笑笑 晚上好 林东旭看着何安顺的笑容 有那么一瞬间的震愣 然后又立即被李直拉了火 测了测身道 进来吧 我先去洗澡 何安顺边朝客厅走去 边拖着外套 不用了 林东旭拿过一旁的毛巾 擦了擦头发 然后对何安顺招招手 灵机他一会儿就回来 今天就稍微简单一点 何安顺听完 脸色犹豫 对眼睛享受着 生前这个男人 炙热的帅 带来的意乱情目 脑海有一瞬间 闪过地底灵机的声音 何安顺感受着林东旭 因为自己而兴致昂扬 情不自禁闭上双眼 就在气氛已经如此 胶着痴缠之间 就听林东旭嗓音沙哑说的 何叔让我问你 最近你是不是找女朋友 说你最近老是神神秘秘地 看着手机 还不让他发现 何安顺听完 不兴猛地一致 林东旭被他这动作 害得倒吸了口凉气 你怎么了 最近太累了吗 何安顺眼里充满了悲伤 擦了擦嘴角 但嘴上却说的担心的话 让林东旭坐着休息 原来何安顺的手机相册里 满满的全部都是林东旭的照片 这是他的秘密 不能让别人发现的秘密 男孩看着面前要脱裤子的人 脸颊瞬间红透 看到此处的你们 不要多想 毕竟他们是要谈纯纯的恋爱 将彻此刻正端坐在他的大老板桌前 神情严肃 前一晚他因为一张照片 彻底火爆全网 他看着微博上网友们的发言 甚至开始瑟瑟发谱 这届的网友们太能巴 这个小哥哥好像是在我工作单位旁边上班 帅哥好像是旁边公司老板爷 原来是个钻石王老五 江彻看着手机 越来越理解人怕出明珠怕撞这个道理 这群人太恐怖了 接下来不会连我叫什么也能找到了 想什么来什么 就见助理走了进来 摸着眼镜 悠悠地说 老板 今天来了一堆小企业 说是要和你个人合作 我全部给推了 就只有一个大企业 是要和公司合作的我给留下 江彻诧异 有点不理解什么叫和自己合作 并再次确认 是要和我个人合作吗 助理继续汇报 是的 老板 就是问您有没有兴趣包装一下 然后出道 江彻想都没想过自己 居然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离谱的事情 斩钉截铁的 全部都给我决 这都什么事啊 好的老板 但接着助理又摸了摸眼镜 江彻看着眼前欲语还修的人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来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见小助理 恭敬的俱乐义工 老板 能不能赏个签名 我实在拒绝不了女朋友的请求 江彻拿过签名纸 虽然很无语 但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网络上的人 可以和自己这么紧 签完了名 他独自坐在那里 一手撑着头 一手焦躁地敲着办公桌 长叹一口气 今天真是烦躁 决定还是出去透透气的好 门一打开 就见门外轰得涌来十几个人 都是要来签名的 还喊着 别挤我 老板看我 先给我签 停时这些女人 矜持的和小女生一样 今天他算知道 女人的战斗力 不是盖的这一说法 过五关斩六甲 江彻总算是从女人堆里 跑出来 他是真不懂一个签名 有什么用 他长戏几口气 这都什么事 正在他长须短探之间 只听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灵记 此时灵记戴着眼镜 眼神忽明忽暗 总感觉有种 忽知欲出的欲望 江彻看到灵记很惊喜 但又很疑惑 他怎么知道 自己公司的地址 没等他问出口 突然自己的脚踝 一阵刺透 原来刚才他冲出人群 时被人踩到 扭了脚踝 灵记看到疼得冷汗直冒的江彻 又心疼又担心 坚持要帮他看一下 腿伤的是否严重 他蹲在江彻面前 小心翼翼地 抬起他的脚踝 却止不住心愿一脉 袜子下的脚踝 应该很好看 此时就听江彻 不知有心还是无意 说了一句 今天带了袜夹和衬衫夹 如果要看伤处 得把裤子脱了 听到此的灵记 瞬间瞳孔地震 从耳朵到脸颊红了个头 而且不合时宜的歪歪钱 我的腿好看吗 想要吗 男人说完还不怕死的 用脚撩起了衣服 灵记躺在床上 看着微博里江彻的照片 心中再次重复那个决定 江彻 你是我的 我们慢慢来 第二天 他就来到了江彻工作的地方 开始实施自己的追人大计 正好碰见他狼狈地 从一群找他牵鸣的人群中 冲出来 还被踩伤 看到江彻疼得直丝丝的样子 急心疼又担心 坚持要检查一下 伤得是否严重 他扶着江彻来到一间会客室 搭了着脑袋 一声不吭 直接让江彻坐在沙发上 江彻看着眼前闷闷不乐 甚至有点生气的灵记 赶紧活跃气氛 想方设法地逗他开心 给你编个魔术 把手给我 江彻心血来潮 灵记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把手伸向了他 江彻握住他的手 手心对着他的手心放开了之后 灵记的手里 突然多出了一颗爱心 当他红着脸一脸 惊奇地看着自己的时候 江彻觉得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很容易就红好 可是下一秒 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灵记只是一瞬间高兴 之后又不开心 他直接蹲下 隔着袜子握住了江彻的脚踝 纤细的脚踝隐隐一握 脑海中不自觉回想到那样 江彻被这突然的触碰 浑身一颤 似乎有电流一般穿过身体 灵记没有注意到他的一样 轻轻抬起他的脚 很认真地说道 是不是很疼 得脱下袜子看一下是否严重 此时江彻的大脑应该工血不足 看着灵记 直接来的据 我今天带了袜夹 衬衫夹 要脱的话可能要脱裤子 灵记听完这惊人之语 瞬间痛苦地震 脑子开始不受控制的弯弯那个画面 袜夹 衬衫夹 裤子 Oh my God 趁着鼻血还没出来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赶紧打出想象 江彻有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结巴地说 不用了 我没事了 灵记此刻似乎不太好受 红着一张巨脸 低声道 还是脱下来看一下比较好 我先去药店买点药 说完 安顿好江彻 站起身一六圆地跑 没过一会 灵记拎着一小袋药回来 走到门口 他还特意敲了敲门 询问自己要进来 门打开 灵记一瞬间有点失望 他原本以为的活色生香并没有出现 只见江彻正挽起了受伤那只脚的裤头 嘴里喃喃道 还好今天裤子比较宽松 脚上的袜子已经脱掉 整个左脚的脚背出一片红肿 灵记心疼不已 赶紧上前双手捧住了江彻受伤的脚 哥哥别动 我来帮你 手心里抹上药膏 轻轻揉捏着江彻的左脚 渐渐的 画风有点变了 男孩此时动作温柔 为眼前心爱之人受伤的脚摩擦着药油 随着手上的动作 他眼神越来越幽暗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揉着脚的力道不自觉的加重 死 等等 灵记此时神游在外的心思被叫了回来 手上的近视轻了不少 他抬头看着江彻 俩人之间气氛忽然有些微妙 江彻的脚此时还踩在灵记的腿上 他是真不习惯这种伺候 脸颊通红 感觉有点羞耻 却又莫名的很开心 灵记又挤了些许药膏在手心 双手像捧着珍宝般 轻柔的为江彻揉捏伤处 江彻感觉心脏有一瞬间收紧 眼前这个小家伙怎么能这么温柔 他想看灵记更加清楚 于是伸手摘掉了他的眼睛 没想到灵记带的是一个瓶光镜 打去他还有多少事是自己不知道 灵记立刻心虚起来 结巴地回答 没 没有事情瞒着你 江彻觉得自己对灵记了解的太少 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人 虽然嘴上喜欢聊 差不多就好了 江彻想抽回自己的脚 可是对方还是紧抓着不放 他有那么一瞬间的微妙感 但立刻淡定了想 哥哥的腿这么好看 要是留疤了怎么办 灵记半跪在江彻面前 把脚握在手心 江彻从来没有这么被人对待过 有那么一瞬间 他的心蠢蠢欲动 在低头 江彻看见灵记对自己双腿 潜拳眷恋的目光 忽然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上次看到这种眼神 还是那天晚上 灵记和那个人对自己的腿感兴趣 这方面简直一模一样 他一时玩心大起 稍稍用力踩上灵记的大腿 脚尖伸进他的衣服下来 我的腿 你想不想摸 灵记的手紧了紧 握成了拳头 听着这么诱惑性的话 不可能不动了 江彻寻寻善诱 非得让灵记现原形不可 他纠结又难以抵挡 自己内心欲望的表情 在那样一张脸上 真是可爱 说出来的话越来越露 想要吗 可以就这么默 灵记此时所有的心理防线 都知一愧 他突然站起来 喊了一声对不起后 江彻就感觉自己腾空了 随后就被人抱在了怀里 他最怕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突然的腾空让他的心瞬间提起 吓得他立马抱住灵记的脖子 心慌乱的跳动 灵记在自己耳边的呼吸声 江彻有那么一秒分不清 自己的心跳是因为灵记这个人 还是因为自己太过紧张的原因 对不起哥哥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江彻踩上灵记的大腿 脚尖伸进他的衣服下摆 我的腿 你想不想摸 对不起哥哥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随后灵记把江彻一把抱起 放在更衣室墙边的五斗矮柜上 那句哥哥把江彻的心都叫化 可是还没两秒 他就后悔 双腿突然被眼前看似温顺的人打开 这么一下 江彻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晚上 他又羞又怕 脸颊飞红 扶着灵记的肩膀 你要干什么 这样能看得仔细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灵记回答的一本正经 江彻的腿被灵记抓住收不回 他双臂撑着灵记努力向后靠 羞耻感让他说不出话来反驳 摸就摸 看什么看 好看 灵记轻轻握住江彻脚踝 明明做的这么害羞的事情 可是灵记对着江彻的表情 却像是不安适适的少女 哥哥的腿是我见过最好看的 以后也不会有更好看的 说什么鬼话 等等 江彻话说到一半 就被灵记下一个动作 北京都说不出话了 只见他低头就轻微上江彻的脚踏 江彻伸手去推他的头 却被灵记一把抓住 然后从手腕稳到手心 江彻一瞬间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想死的心都有 灵记终于能再次正大光明地触碰到江彻 说什么也不会浪费机会 是哥哥同意让我摸的 我只说让你摸 没让你乱来 江彻捂着嘴对灵记生气 好了 放开我 我要回去 不行 说着还越发凑近江彻的身体 江彻一巴掌招呼上灵记的脑袋 去推他靠近自己腿的头 不行你个大头鬼 就是不行 灵记忽然半个身子前倾 语气很奶却很霸道 你是负毒鸡吗 江彻被他气笑了 我们不玩了好不好 不行 灵记半抱起江彻 然后埋头在他胸前 像孩子一样撒娇赖皮 怎么了你 今天怪怪的 好吧 再让你摸一下就放开 我哥哥也会让别人摸吗 灵记抬眸 望着他委屈巴巴的模样 让江彻没有来的浮现出一股罪恶 江彻沉默 面对这样的灵记 他就很不下心 说些什么好吧 再让你摸两下 江彻其实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可爱空 看着此时的灵记 就很不下心剧组 你是小畜什么 别咬我 好了 不准摸了 灵记半跪在身前 帮江彻穿上皮鞋 真是丢脸 有生之年竟然会被一个 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摸到腿软 江彻看着他 身前的人竟然还傻乎乎的 朝自己笑起来 于是没忍住摸了一把他的狗 摸完之后 江彻就觉得不对劲 自己这个动作 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鼓励 这个周末 你会回华龙参加母校周年庆吗 灵记因为江彻刚才的 抚摸笑的一本满足 你怎么知道的 江彻心里犯嘀咕 他怎么连这都知道 是变态吗 男人看着蹲在面前 笑的一脸人出无害的男孩 虎狼心思又忍不住活落起来 这个周末 你会回华龙参加母校周年庆吗 灵记因为江彻刚才的 抚摸笑的一本满 而且看着江彻的眼神更加放肆 眼底压抑着 即将不知欲出的欲望 你怎么知道 我要去参加校友会 江彻把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此时灵记帮江彻穿完鞋子 还没站起 蹲在了江彻面前 我也是华龙大学毕业的 原来是小学弟啊 哪个院系的 江彻笑嘻嘻地看着灵记询问 我那时候在我们院系 曾经也是风云人物来着 我 我知道 我也是艺术系的 灵记抬头就能看见江彻的笑脸 和微长的领口 他不知道 怎么会有人这么有魅力 从骨子里散发出幼脸 他又变回因为心底的激动 而结巴的灵记 江彻愣了一下 这小家伙知道很多 应该是看了自己 被扒皮的那条热搜 那给自己发私信的 那个男人会是灵记吗 江彻摸着下巴 虽然心底疑惑颇多 但是表面却用着平淡的语气说道 去是要去的 你也去吗 灵记点点头 一副狗狗乖巧的模样 表示自己也会去 老师找他有事情要说 江彻相信他的话 因为灵记看起来就是好学生 他再次被灵记可爱的样子闷到 忍不住躁动的欲望 就想把人弄到手 我毕业后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你要不要 江彻话未说完 就看灵记一副懵懂清澈 盯着自己模样 他收回理智 父亲心上线 算了 人家那么单纯 自己还是收一收古王心子 他站起来 不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转身打算离开 他怕继续待下去 一个控制不住 把人纯情大男孩给糟蹋 毕竟 他是真的要和灵记谈纯纯的恋爱 灵记见江彻站起来 自己也赶紧起身 还伸出手准备扶他一把 乃至江彻生龙虎虎的 往外走 像没受伤一样 还勾着他的肩膀 作为感谢邀请他一起吃饭 这天晚上 江彻又把好友江峻撑叫了出来 一见面就紧张兮兮的说 狗子 我好像找到那晚的人了 但还不怎么确定 那人也是我们学校的 这周校友会 你和我一起去 到时候我灌他一杯酒 就知道那人是不是了 这回江彻一边说 还一边感叹自己想了个好记者 但是他是绝对不会想到 喝了酒的灵记可就不是小狗 好机友江峻撑听着江彻的计谋 犹豫地询问你后 江彻往沙发后放松地依靠 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嘲笑江峻撑 算了算了 跟你这种直男没法说 突然 只听直男江峻撑的手机响起 看着屏幕上的名字 江峻撑呼绝大事不好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他亲了亲嫂 换上谄媚的笑容 喂 大人 您找我 给你发消息为什么不回 非要我花时间打电话给你 你才肯于尊将贵的接我电话 让你买的宵夜呢 呦呦呦呦 我哪敢呢 江峻撑一边狗腿的附和 一边捂住听 轻声对江彻说 兄弟 有事先走 江彻看着对面的人 心里嘲讽道 这小子越来越不靠谱 这么听话 小心被染了瑞吃干抹镜 回头又想到自己的事 如果那人真是灵骑 自己又该如何 学俭哥撩人不成反 被吃干抹镜的江大总裁 智商终于在线 开始怀疑自己千辛万苦撩的 不是小奶狗 而且小狼狗了 他把江峻撑约出来 和他倒苦水 刚坐下他深吸了一口气道 我好像找到那天晚上 那个男人了 江峻撑一口酒 没忍住喷向江彻 忽然懂了江彻 刚才欲言又止的表情 是几个意思了 真的假的 有没有揍他一顿 江车又习惯性摸着下巴 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那男的也是我们学校的 周末我要去校庆 你来帮我撑场子 我好放心 再灌他一杯酒 到时候就知道是不是了 江峻撑有点怀疑江车的计划 你都支不住他 我去了也不一定搞得定啊 江车想着灵骑力气再大 到时候要真的发生点什么 有他在自己 还不至于晚节不跑 万一灵骑真是那天晚上 轻薄自己的男人该怎么办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江峻撑慌慌张张的接起电话 转身和江车打了个手势就走了 设计师大人这边正在泡澡 就接到家里电话 让他周末带儿媳妇回家 文瑞头痛的听着对面催婚的话语 以前还能拿工作档 这次没办法轻易糊弄过去了 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让他不带回去就要去相亲 他烦躁的表示知道了会带回去 挂了电话深深叹了口气 就听到敲门声 打开门 就看到江峻撑满脸笑容的拿着宵夜 文瑞看到是桂林泥粉一下 没了兴致说 自己不吃这个要吃他做的阳春面 江峻撑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去煮了面 端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被扫把半刀面汤 全洒在了文瑞身上 江峻撑想到他的衣服 都是有钱买不到类型的 吓得支支吾吾的说可以补偿他 文瑞一脸无所谓的转身 要去换衣服 忽然想到什么 然后嘴角上 羊回头对着江峻撑 作为补偿 我要你周末陪我回家见爸妈 负CP这个负黑宫的新颜子 比隔壁李泰州还多 为了把媳妇管回家见家长 宁愿背面汤泼一身 那么豁得出去活该你有老婆 上集我们说到文瑞设计 让江峻撑跟自己回家见爸妈 江峻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一件衣服 也就要被抓去见家长赔罪吗 文瑞横眉一束 我妈让我周末带个人回去见我爷爷 文瑞的爷爷是他偶像江峻撑 听到是见他爷爷开心的连忙答应 文瑞继续补充道 我会告诉他们你喜欢我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江峻撑因为可以见到偶像太激动 脑子慢慢拍 话还没听清就答应着 只要能去都好说 看到文瑞邪媚一笑 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不不不 这不太行 心里又忍不住歪歪起来 他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这种告白方式我接受不了啊 文瑞没有发现江峻撑心里 自作多情的歪歪 就周日一天 衣服的事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而且你还能见我我爷爷 江峻撑正犹豫着 文瑞又循序渐进说 去完回来我还给你看我的宝贝 绝对激发你的创作力 江峻撑开始动容 这个宝贝该不会是他爷爷的艺术品 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 并且让阮文瑞打了字句 江峻撑想着自己一个 直男要扮演老板的爱人就头疼 突然想起周日和江车的孝庆状了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江车 他周末去不了孝庆的事情 还以为自己能够解决 到了周日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 原以为阮文瑞的家在市区里学校很近 见完他爷爷可以马上去找江车 把自己杀了的眼神 他扬求文瑞说自己不去了 文瑞一脸淡定拉下车窗 有本事就跳车 敢跳我就放你走 然后又一脸冷漠的叫司机加速 江峻撑意识过盛 老板你要和我殉情吗 阮文瑞玩味的笑道 说起这个等会儿爷爷 要是不同意我俩一起 你就以死相逼 说爱我爱到无法自拔 离开了我内心深处 就会有如烈火焚烧 撕心裂肺之类的 爷爷最吃这一套 江峻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您认真的吗 阮文瑞瞥了他一眼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 腹黑心眼子还多得长发 美人公是谁的DNA洞了 看咱们文瑞 如何一步步攻略自己老婆的 山路开了半个小时 就到了文瑞的家 在门口的时候 他就有点惊讶这个府邸了 一进门 直接被里面豪华的装潢震撼了 文瑞的爷爷坐在客厅旁边 还站着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 正一或者文瑞 就凑近他耳边 就是那个女人 如果今天因为你的演技太失败 导致我要和那个女人结婚的话 回去后你就自己掂量 江俊称恍然大悟 原来文瑞不是喜欢自己 而是要自己帮忙演戏逃过乡亲 那他就放心了可以放开了眼了 他主动拉起文瑞的手 到爷爷面前打招呼 阮庆明抬眸就看到他们紧握的双手 刚坐下旁边的女人 就过来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文瑞这么一大早的赶过来 真的是辛苦你陪他了 江俊称不甘示弱的硬道 没事 我习惯了 他常常这样 女人被噎了这么一句 立马黑着脸 怒气冲冲走开了 文瑞看着离开女人的背影 差点没笑出声来 阮庆明上下 打亮了江俊称一番 这就是你说的女朋友吗 文瑞终于松开江俊称的手表 是一个称呼而已 对了爷爷 他对国话也很有研究的 听到他们在议论自己 江俊称紧张的直斗腿 阮庆明看着江俊称说 文瑞既然选择了你还带你回家 那就是认定你了 我们长辈也不是什么迂府的人 只希望你们是真心的不要骗我们 如果不是一心一意的 就赶紧趁早结束 江俊称难以置信 自己即将要和偶像说话 激动的站起身 结结巴巴道 我们是认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他 是要共度余生的那种喜 喜欢 阮文瑞听到江俊称的表白 先是一愣 随后微微转头嘴角 无受控制的 弯气暗暗记下这句话 江车纵横情场多年 在遇到灵机以前 从没怀疑过自己猛意的位置 然而在灵机喝酒 变身小狼狗 把他吃干抹尽后 一切就变了 江车在校门口等 江俊称没等到怀疑 自己被放鸽子 转念一想 又怕江俊称会笑话 自己于是赌气的决定自己去 刚进来就有小学妹过来搭讪 江车愣了愣 随即就展现了 自己的绅士风度 友好的和他们搭话 灵机远远就看见 江车和别人聊的 眉开眼笑很是妒忌 快步走上前 搭上江车的肩膀 奶奶的叫了声江车学长 江车被突然的靠近 下一跳转头 发现是灵机 开心问他 他是不是等很久了 灵机其实早早就来了 等了他一个小时了 但是不想让江车觉得负担 还是说了自己也是刚倒 后面的妹子 看着他们之间的互动 一脸磕到了的表情 江车见他这么乖 忍不住想要摸对方的头 可手刚抬起来 就想到灵机 有可能是那天晚上的男人 悬在半空中的 手尴尬的180度大转弯收回 灵机则因为江车 没有像以往一样摸他的头 感到失落又难过 他百思不得其 解自己哪里做错了 新生演讲完散场后 江峻琛还是没有来 江车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 就是硬的头皮 他也得上 他端起一杯酒 对灵机说 我们来喝一杯 灵机慌张地直摆手 我不能喝酒 心里想的是不能在这里喝酒 江车看着眼前说话的语气 和理由都和那个男人一样的灵机 更想一探究竟了 尝尝被喝一口怎么了 灵机急得握紧拳头说 我会生病的 江车半心半一下定决心 要试探 于是使出杀手锏 他先是解开了自己衬衫扣子 然后用双腿夹住灵机的腿 你喝一口 我就让你摸我的腿 你喜欢的不是吗 灵机心动地想起 上次在幻影间的场景 顿时就觉得鼻腔里 有热流要涌上来 但还是犹豫着 趁灵机分心江车又喝了一口 以同样嘴对嘴的方式 给灵机灌了一口 灵机吓得猛地推开江车 他要找个地方 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不能在这里马上失控 于是快速跑开了 留下傻愣着的江车 这集有点小刺激 江大总裁又做死惯 江车嘴对嘴度了一口 酒后酒猛地跑开了 江车看他这反应 还以为是害羞 不至于吧 就这么跑了 撇撇嘴又觉得没意思 完全忘了自己 刚才都快吓尿了 转身往停车场走去 刚把车门打开 身后就压过来一个黑影 他迅速转身 发现灵机站在自己身后 又松了口气 是你啊 怎么没声啊 吓到我了 灵机嘴角带着的皮笑 把他压在车门边 带着雌性的嗓音 不然你希望是谁 江车觉得 他说话的语气 都变得不一样了 和印象里的灵机 完全不同 糟糕 我是不是完了 灵机没有放开他 凑到他耳边 学长 我也想和你照相 但是这里不方便 不如我们去开个房间 慢 慢 照吧 江车连拒绝的话 都没有说出口 就被灵机连拉带拽的 推进了副驾驶 然后锁在了车里 江车坐在副驾驶 一脸愤怒地 看向他骂道 你脑子没问题吧 你开我的车干嘛 灵机没说话 英智的眼神 往他身上扫了一眼 没有理会继续开车 这哪里是平时 那个乃乖乃乖的灵机啊 这TM TM就是一条野狗 还是贱人就咬救那种野狗 江车看对方不理会 只能先给自己系上安全带 喂 你到底要把车开到哪里去啊 灵机冷冷吐出两个字 周记 江车听完辣椒 都抖了三走 九九酒店 上楼 开门 开灯 进房间 把江车放在床上 一气呵成 中间都没有停顿 江车定定地看对方 开始拖起了衣服慌的不行 你拎你干嘛 就不怕我奖励你一对银手镯 灵机大胖不上前伸手 将他围在怀里 微微低头附在他身上 那你去告我好吧 他一字一顿地挑衅语气 让江车感到恼虎的 同时紧张到说不出话来 只能微微撇头 避过他暧昧的动作 我哪敢啊 人不大套路倒是蛮多 要不是我今天给你灌了口酒 都不知道你之前 夹着尾巴装得挺像的 还装不认识我 灵机听后微醋眉头 手指抚过江车的脸颊 蹂躏着他的下唇 接下来就是紧VIP可看内容啊 纵横情场多年 一直是猎手的江车 这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两次栽在同一个人手里 猛依就此陨落 灵机把江车带到周记 手指抚过江车的脸颊 蹂躏着他的下唇 呼得低头吻了下去 江车哪能想到 灵机会突然吻自己 他刚刚不过是 想要打打亲情牌啊 有这么操作的吗 说起这个 你还记得当当答应了我什么吗 江车听见对方这么说 想着和他打打太极 找机会脱身 你喝一口就可以摸我的腿 刚说完猛地下半身就疼了空 江车发现自己被灵机般抱起 他吓得说话舌头都打结 现在不可以了 不做数了 灵机玩味地凑近江车 做商人这么不讲诚信 不给摸腿也可以 那就一笔一笔算我们之间的账吧 灵机一手揽过了江车的腰 咬上了他的喉紧 江车握住他的手臂 睁大眼睛看他 灵机手刚附上他的腿 江车就条件反射抬腿 很踹了灵机的辣椒一脚 可这一脚好像踹偏了 灵机脸色一变 脸色就狠狠沉了下来 江车接机飞快躲到洗手间 江车这次真怕了衣衫不整 慌慌张张地反锁了门 抛出手机给江俊琛打电话 门外的灵机还在撞门 江车怕自己顶不住 可是江俊琛竟然告诉自己 现在来不了 江车还在气急败坏 突然门砰的一声被撞开 灵机的额头还冒出了细细的冷汗 他上前一把抓住了江车的手 把他的手机扔到了一边 江车狠气 却又觉得自己不该生气 毕竟自己剃了他的辣椒 这个可以作罢 可灵机似乎没有想放过江车的意思 伸手扯住江车的衣衣 强势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就要开始探讨夜光剧本 这个撩人反被吃的江大总裁 又一次被自己千辛万苦追的卡哇伊 吃干抹尽了 隔天早上 江车从柔软的床上醒来 江车忽然有点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海谋就看到 吃饱喝足的灵机躺在旁边 昨晚的过程在脑海里闪现 历历在目江车骚得脸红 气得坐起来直晃灵机 起来 灵机刚醒懵懵懂懂 坐起来拿手被揉了揉眼睛喊道 哥哥 你醒了 他不敢直视江车的眼睛 昨天晚上他又冲动了 和他探讨了一晚上的夜光剧本 江车一直盯着他看 看得灵机心里发虚 灵机低着头向着做错事的孩子 只管道歉 他怕江车讨厌他以后再也不理他 想着想着连眼眶都红了 对不起 我错了 江车听着他颤抖的声音 责备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呢 心就软得一塌糊涂了 怎么也狠不下 他掀开被子 想要下床洗漱 脚尖刚一落地双腿 就酸软跌坐在床上 灵机赶紧上前接住 提他往怀里冷 你先躺着 我去给你做饭 江车爆脾气一下就上来 用力甩开了灵机的手 走开 我不要和你待在一起 身后的人突然沉默了 江车以为是自己话说得太狠了 毕竟现在这个灵机 是那个软蒙奶乖的 自己想要一口吞掉的灵机 他抬头刚想解释 就看到灵机眼神放在自己腿上 还流着鼻血 江车无奈又生气道 你的鼻血滴在了我的衬衫上了 灵机捂着鼻子红着脸 对对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回去给你洗 江车烦躁地脱下 被灵机鼻血沾过的衬衣 丢给灵机转身去浴室洗澡 灵机见人进浴室 捡起他扔在地上的衬衣 这件上面也有小标记啊 真可爱 江车身心疲惫地撑在墙上深思着 也不知道他哪一面是装的 流鼻血应该装不出来吧 他越想越火大 自己最后竟然被一个小孩牵着鼻子走 虽然但是好像还蛮舒服的 他胡思乱想着 转捏又觉得自己脑袋肯定被热气熏晕了 怎么会想这个 江大总裁精心栽肥手了三十年的蜜桃 居然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还偷吃了 而且还是两次 江车洗完澡擦着头发 胸前敞开的浴袍露出紧致的锁骨 灵机喉结控制不住的滚动 感觉鼻血又暗潮汹涌了 现在不行 我要忍住 江车疲惫地爬回床上喊灵机过来 帮我按按 感觉身体有点透支了被你搞的 灵机的内心很挣扎 他当然是希望能和江车有多一些的接触 可是他又怕控制不了自己 更怕江车生气 于是把江车的衬衣放到一边后 就上去给他揉腰 他的手指温温的 力道也控制得很好 江车也怕他擦枪走火 于是先给他打个预防针 你现在把脑子给我放干净一点 要是再敢 我就让你断子绝孙 还有我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 让酒店送一件过来 灵机知道江车还在生自己的气 有些失落地硬着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江车 我们能不能交往 江车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严厉地拒绝道 不能 你是个好孩子 应该好好过自己的人生 而且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了 等我四十的时候 你才三十出头 我无法想象这种日子 灵机闷闷地很不开心地喊道 可是我想对你负责啊 我不能让你白白失神 负责啊 江车重复了一遍 他话语里的重点 原来清醒时候的他 对自己的感情 一时这么浮于表面 估计灵机自己都不知道 他眼神里的爱意有多浓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江车就更不能答应他了 我不需要你负责 没有好好拒绝你是我的错 我比你年长 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顺从你的心意 毕竟那种时候 你是无意识做出那些事情 其实你可以试着 和女孩子相处看看 女孩子都香香软软的 灵机立马反驳道 可是你也是 你也是 香香软软的 江车立马就不服气了 跳起来 我很硬的好吗 我很硬 小编表示 我怀疑你们无证驾驶 但是我又没证据 一喝酒 就会化身腿控小狼狗的灵机 把江车吃干抹尽后 想为对方负责 谁知江车 却一副你怎么玩不起的样子 严厉拒绝人家 江车你这是经历了什么呀 那么好的老公都不要 江车没有和灵机 继续交往那个话题 把自己收拾好后 就让灵机把手机 给他打个电话 自己的昨天被摔坏了 灵机赶紧把手机递了过去 江车接过手机 就突然想起了点什么 质问道 你昨晚抢破 我和你保温杯牛奶拍的照片 有没有删掉 灵机不想告诉江车自己没删 他想留着 非常想 江车见他这样子 就知道他没删 把手机递还给了他 让他当着自己的面 把照片删掉 见灵机磨磨蹭蹭的 江车没有那么多耐心 快点 删掉我就考虑和你交往的事情 灵机一听开心的没多想就结束 删完了 什么时候能答应和我在一起 江车看着灵机唇真的双模耍赖道 我什么时候答应和你在一起了 他没有理会灵机边走边 转身得意的笑着 小朋友不要太单纯 说什么话你都相信 学着点社会上人心险恶 灵机站起来上前拉住他的手 可是我不怕你骗我 你骗我也没关系 你说什么我都信 我会比他做得更好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江车不知道灵机口中的他是谁 不过看他的反应那么可爱 又忍不住想逗他 不会有人比他更好了 在我心里他是无可取代的 话还没说完 灵机就冲过来把他嘴巴堵住了 他的吻是浅的 没有昨晚那般猛烈可江车 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独占欲 青涩又笨拙 他有些好笑张着嘴认他轻 有些时候小朋友还是需要轰轰的 不然小朋友生起气来 可比大人可怕得多 就像昨天晚上 爱撒娇又黏人的纯情霸道年下功 还动不动纠缠着江车 要各种贴贴 真的不要太想好吧 听到江车在自己面前 说着别的男人 灵机再也忍不住上去巴唧一口 就堵上了他的嘴 亲完后江车捂住他的嘴 不让他再凑过来 好了好了 别亲了 江车有意回避他的那些问题 有时候觉得灵机这样太过认真 让自己非常不适应 灵机抓住江车的手腕 一脸严肃的模样 在那张乖乖模样的脸上 显得可爱又好笑 你不要再想着金家那个男人了 江车一愣 原来灵机知道自己和魏启明的事 提起魏启明 故作轻松地调笑道 他和我没关系 你想着他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灵机愤愤反驳道 我 我只想和你 江车不想再听这些让人脸红的话 直接打断他 打住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得去买新手机了 灵机不依不饶地追问交往的事 江车有些心烦 他真的不想再经历得到 后再失去的痛苦了 故作潇洒说道 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 大人说不要了你就应该听话 不然会让人很为难的 你要是非想和我搭点什么关系 我身边刚好还去个半 我可以给你开工资 你每天就陪陪我 其他事情不需要你做 你考虑看看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灵机低着头沉默不语 额前的刘海遮住了那双澄澈的眼眸 江车看他不说话 知道自己说话太重了 但是他必须让灵机明白这个道理 有些事情并不是他想怎样就怎样的 灵机在江车转身的时候突然大喊 我 我不要你的钱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是真心 真心的 这样的话江车听过太多已经免疫了 以前也遇到过说不要自己的钱 只想和自己在一起 后面才知道狗屁不是 真心什么 灵机像是被问住了突然不说话了 江车笑灵机想说 却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看着江车离开的背影 灵机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是真心喜欢江车 这个风流又作死的霸总 以为自己终于撩到小奶狗可以翻身做衣了 没想到对方奶工也是工啊 最后只能认清现实 既然反抗不了那就闭眼享受吧 江车无力的摊坐在江俊琛公司的沙发上 江俊琛没好气的问他这么回事 不接自己电话反而来公司堵自己 听到这江车顿时火冒三丈的跳起来 你还好意思说 说好会陪我一起去的 结果后一秒就放我鸽子 害老子又被拱了一次 听到江车因为自己失约又被拱 他心虚的摸摸头 我这不是在附近请罪吗 你倒是说说咋回事 江车只能一五一十的说出 昨晚灵机喝了酒后简直就是狼 但是早上醒来后又是温顺的小狗 让自己都没法生气 而且鬼心眼又多 平时跟个没事人一样 一起和我算了 江俊琛心疼的搭上他的肩 那你没有叫他对你负责吗 江车没好气的吐槽了句 负个屁的负责 只求以后别来搞我就谢天谢地了 正聊着突然身后一声叫唤打断了他们 转头发现是居然是魏启明 江车的脸立即阴沉了下来 真倒霉 大白天的遇到这么个倒胃口的东西 魏启明知道江车不欢迎自己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自己有话要和他说 听到这江车正想问候他祖宗时 江俊琛先他一步上去一拳打在了魏启明脸上 江车没想到江车比自己还生气 你这个混蛋 你忘了你都对江车做过什么了吗 还有脸出现 这句话让江车思绪一下拉倒九年前 他和魏启明在学校时人人羡慕的情务 魏启明是江车的初恋 还以为他们会就这样永远幸福下去 谁知前面等待他们的不是天堂 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地狱 江车父亲被卷入一起凶杀案 学校里开始流传各种对他不利的传闻 江车也因此被大家孤立 江俊琛想着还好江车现在有魏启明 没想到转头就看到了他们的分手现场 他亲眼看着江车是如何低声下气地 求对方别分手的 这样卑微的江车 他不想再看第二次 当曾经在你最难过时 狠心抛弃你的白月光回来找你再续前缘 你会坦然接受还是给他一击黄我飘飘拳吧 江俊琛表示 迟到的温柔比狗见 九年前魏启明因为江车父亲的负面消息 要和江车分手 江车还卑微地委婉求全 直到发现魏启明把江车送给他的作品 卖给了别人 他都还不愿相信魏启明的备划 坚信他是有苦衷的 后来魏启明亲口承认 自己都是为了钱才把送给他的话卖掉 并且表示自己想过正常人生活 像别人一样可以在阳光下 江车还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时 魏启明表示自己要出国了 得知他已经决定要出国 他再也忍不住追了出去 在看到魏启明差点被车撞时 他没有犹豫一把推开 他自己却被撞到他的血脖 魏启明见此不但没有选择救救江车 还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江俊琛及时赶到把他送进医院 江车才解脱一条命 网上开始流传他父亲的各种消息 他的信息也被扒了出来 那时候的江车就像死人一般没有招起 也是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无法替给发话了 江车在他面前说 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江俊琛怎么可能放任魏启明 继续出现在江车身边 打完一顿后就让他赶紧消失 魏启明艰难地站起身擦拭着嘴角 眼光闪过刚刚江车脖子上吻疯 不得不说这个狗东西眼神是真的好 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能注意到江车的脖子 另一半的灵机正站在哥哥的办公桌前 表示自己想要出去工作 就在学校里 环境很好很安全 林东旭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低沉可怕 拿着钢笔的手蹲在哪 我不同意 有人欺负你 林旭不知道要怎么和哥哥解释 他想独立想让江车看得起自己 我想像哥哥一样强大可以独立生活 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哥哥的保护伞 林东旭怒不可遏 眼神犀利 像只发霉的狮子 你的意思是想离开 我不愿意待在我的身边 林旭被这样的哥哥吓一跳 帮忙表示不是的 自己只是不想当的累赘 每次看到你为公司的事忙到半夜 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我也想为哥哥分担点什么 听到这林东旭 才逐渐平坐下来 同意了他出去工作 风流成性的江大总裁 一直都是人上人 直到建设了喝醉酒的小狼狗林旭 他才知道 原来不是比对方长得高 就可以在上面的 林旭听话的和江澈保持一段距离 沉默委屈的低着头在后面跟着 江澈看着他听话的样子 突然被气笑了 黏人惊啊 林旭看着江澈修的微红的脸 快步追上去和他并肩一起 然后又露出人畜无害的脸说我不是 不过哥哥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江澈用一贯的调笑说着 别人约我过来的 毕竟是女孩子约的 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刚说完看着林旭突变的脸色 他就后悔自己死要面子 疼 实在是疼了 但是不惯他久应该没事 希望自己刚刚的话没被他寄到心里去 林旭仰起头乖巧又委屈的说 我看见那个女生了 可是他有男朋友了不是吗 江澈有些无语的谈了下他的脑门 我是因为要演讲有点紧张 想和他们先打好关系 你别说的 我好像第三者插足一眼好不好 林旭又一脸天真的说道 你这是在向我解释吗 他的表情总是会随着 心情在脸上变化的很明显 单纯到一眼就能让人看得透彻 江澈抵抗不住他尴尬的扭过头 有什么好解释的 林旭这时却俯上他的肩膀 一脸认真道 那等我独立之后 我们能在一起吗 江澈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愣住了 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林旭看看江澈这副呆滞的表情 嘴角露出一抹轻笑 一把拦住江澈的腰 凑上去就开始和他唇枪舌战 在江澈差点断气之前松开了他 然后学着江澈以往的动作摸着他的嘴角 我们能在一起的吧 你等我 我们一起长大好不好 江澈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怎么莫名其妙的 就感觉自己突然被林旗攻略了 是因为太久没见到他的原因吗 还是说自己其实就是喜欢别人这么对自己的 他拍着脸强迫自己清醒 不可能不可能 今天一定是自己哪根神经搭错了 江澈还想再挣扎一下 他可不想被一个小孩子牵着鼻子走 使劲挣脱开林旗的手 我已经老了好吗 你一个人慢慢长大了 从来都是万花丛中过片夜不沾身的江澈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有被一个乳羞未干的小毛孩 撩得走不动到了一天 江澈因为招架不住林旗的唇枪舌战想要逃走 林旗强势地抓回他的手 你很介意吗 我比你小的事情 江澈刚刚被亲得有点愣愣的还没反应过来 林旗就握住了他的手食指向扣 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想每天都和你一起 我喜欢你的眼睛 澄澈地能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纳入眼底 手指抹撒上江澈的嘴唇 我喜欢你的双唇 总是能说出绵绵情意 然后亲身抱住了江澈 我喜欢你的双腿 修长挺拔 匀称白皙 我喜欢你的感觉 虽然林旗的表白很恶心很肉麻 可是这一刻 江澈承认自己心动了坠入爱河了 在彻底沉沦之前他抓回一丝理智 表示知道了先放开自己 谁知林旗不但没有放还抱得更紧了 江澈震了两下没震开 才知道林旗的力气本来就这么大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不是以为我没反抗 就理所当然地自导自演下去好不好 我最讨厌自以为是的人了 虚伪做做让人恶心 林旗又露出天真的表情道 我也是 可是我却偏对你动心了 我不是仅仅想对你负责而已 江澈只觉得林旗在嘲讽自己 你可真行 刚刚对着我一顿唇枪舌战 我现在又说我虚伪 林旗温柔地帮他理了理理 我没有 你之前说的话我同意了 但是我不要你的钱 你也不能三心二意 只要能陪在你身边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江澈忽然有一种被人拿捏住的感觉 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 完全可以把握大局 不会让事情拖出自己的掌控 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个小屁孩吃得死死的 即使两人有过肌肤之轻 这件事情也不该发生在自己身上 无奈自己对着林旗的脸 就是没有抵抗力 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为什么总说穿皮鞋的干不过穿球鞋的 因为穿球鞋的武力只好还会撩啊 在小奶狗和小狼狗之间 可以来回切换的年下公谁不爱 听着林旗的告白 他其实已经心愿意满了 但是还是尽量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什么都有 不需要你做什么 林旗着急地看着江澈支支吾吾吾地说 那 那 我 我 那在那方面的事情 我也会好好努力的 听到这江澈突然就不高兴了 宝子特么是逃跑嘛 被你走了两次后门 已经是骑士大乳了 还搬出来说 还是算了吧 林旗这块骨头太难啃 万一自己到时候肉还没吃到牙齿还磕坏就惨了 为了骨头上的一点肉末 这么做不值得 而且林旗还是那么死心眼的一个人 那种认真让人感到害怕 他摆摆手 我也不要你陪我 我们就当个普通朋友 以后有事情找我 我也可以帮你 林旗急忙拉住转身的江澈 我不要 我不想只做普通朋友 他说着说着眼泪不自觉的巴达巴达往下流 你不能和别人 我不允许 江澈第一次见大男人哭顿时手足无措 心里一阵内疚 好了好了 是我说错话了 别哭了 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让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看江澈松口 林旗突然上前猛地抱住了他 江澈无奈地安慰道 好吧好吧 那就在一起吧 不过前提是 你不能随便对我动手动脚 我叫你的时候要随传随道 但是我们不是情侣关系 我想什么时候分开就什么时候分开 林旗小嘴一别忍住哭声 乖乖地硬了声吼 看着泪眼婆娑的林旗 江澈只觉得自己是个木偶人 自己身上的线好像任由林旗操控着 自己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为了转移林旗注意力 他问起林旗最近都在忙什么 林旗表示自己现在不在之前店里工作了 目前在学校给老师做助教 自己还报名了全国设计大赛 但是自己一直担心做不好 顺便要求江澈一起参加 如何是你的话 一定能拿最好的名词